APEK地区制作进行推动国际伦团 在一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 为期两个人的伦团 占对地区制作以及混沌文成国务 进行专业演讲和分享 并透过伦团的方式 将台湾经验分享给呜会的大家 APEK地区制作进行推动国际伦团 在一合在吉隆坡开幕 面对其前后的经济体变化 及整理设备的环境影响的苦势 就这作业地区化的推动 以及混沌文成国务 包含共云联定座 可靠入生产技术定来做担当 这次也有来自于马来西亚 越南 美国等等的这些代表来 那大家共同来研讨 针对整个跨域的智慧机械 怎么样来进行合作 来进行一些实物上面的一些讨论 我想这个成果会非常的丰盛 第一天就要求台湾 马来西亚外南的代表 将对各自制作业地区化专行的优势 和遇到的困难 包括到科工 或是技术不到先进丁金属 在英港当中过程亦去改劳 面对台南国家 推动工业4.0到5.0的南地 就由台湾代表 台北韩由科技台下 副校长旅游志的分享 可以找到改变的方向 他们觉得台湾在这个产学合作上面 是他们所缺乏的 所以我昨天大量的举例来说明说 台湾在跨部会 是怎么样来推动整个智慧制造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类似的 但是在实施的方法上面 的确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APEC地区借责政策推动国际论断 在吉隆坡进行两天 在第二天 中卫国家在APEC经济帝国 台湾代表 将台湾向 副校区会代表 各别的优势和技术 推动分团 尊厚部导致制作业 进行普达新地区专行的目标 今天晚上转离好吉隆坡 彩虹博德